这一种啊 精华菇本来就是长这样 因为这里的头比较大 所以它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密封起来 然后它这个颜色 它本来就是这种颜色 它并不是烂烂的哦 给大家看一下 嗨大家好 我是曼妮 天气渐渐两了 来煮一锅海鲜宽粉汤 这是来自生产者黄昏香的燕昌轮切 还有现在新上架的东北角小卷 以及如果要煮海鲜汤 我一定会有虾米 台南人还会有扁鱼 然后还有用了新鲜香菇 因为这样煮的汤 它的味道就会有鲜味出来 这个新鲜川耳啊 它跟木耳比较不一样 它会脆 所以它的口感啊 它适合凉拌或快炒 冰箱还有 所以我就一起拿来煮海鲜汤 还有就是使用合作社指定原料 猪后腿肉的鱼饺 以及经典宽粉 这宽粉我觉得蛮好吃的 这边给大家看到的是东北角小卷 它会有那个墨汁嘛 然后我是有把它洗干净 这是来自台湾基隆在地瑜伽 补货的东北角小卷 跟着时节走 所以跟着时节吃 现在天气渐渐凉了 我就开始会有温料理 汤料理出来 看到我食材都依序下 然后我先把它稍微炒一下之后 我就会把它倒水 那我知道大家一定会问我这个是什么锅子 因为我已经常常被问 我这个是铸铁锅 那我们这一次合作社在厨具预购里面啊 也有一个双耳汤锅 是铁的 铸铁的 那一个啊 它的盖子上面是可以拿来煎 比如说你要煎鱼或者是煎鱼排啊 或者是煎牛排啊 煎肉都可以 然后锅子本身啊 因为铁锅的构造 它的蓄热性很高啊 所以像我如果要煮这样的汤 我可能下午的时候先把它熬起来 这个时候我就会拿铁锅出来 那像我自己还有法兰锅 不锈钢锅 还有压力锅 就是看各个不同的时候啊 去选择我要用适当的锅具来做 那假设大家家里没有铁锅 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合作社预购的 那一个双耳汤锅铸铁锅 其实大家都可以考虑 铁锅你大概买一咖就可以了 我没有收集锅具的习惯 但是我会看我需要的料理 去决定我要使用的锅具 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用结果 你要做的料理是什么 然后来反推你要用的锅具 而不是收集了很多锅具 然后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料理 这个小卷啊跟文革 我都是最后再放 因为这个是属于很容易熟的 那我之前有教过大家 如果你要煮文革的话 你就在微冒泡的时候把它倒进去 然后再趁着它慢慢滚的时候 让文革慢慢的去熟 那这里看到是厌仓 我还用了气炸烤箱 做气炸烤鱼 也都很好吃 所以它有两种做法 都示范给大家了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